马年万马奔腾 然后呢 这个大发力士 财运横通 在我们放七天的一个 春节连续假期 那有的呢 可能是放九天啊 有的呢 可能只有放六天啊 不管如何呢 今天呢 是属于马年开放盘的第一天 那么当然 在大家过年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都已经充分利用这个 很好的一个假期 可能呢 出国去旅游啊 又或者说呢 去回到老家呢 拜个年 又或者呢 在国内做一个旅游啊 不管如何啊 那我当然呢 希望投资朋友呢 这个 如果还是在假期之中的话呢 你也不用这个急着归队啊 因为在我们的放假期间 全球的股市啊 真的是 一类的啊 全球股灾啊 尤其是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啊 这个是跌跌不休啊 昨天呢 有稍微做一个跌深的反弹 可是呢 这个量能是明显的不够啊 还要持续的做一个打底啊 那么为了做个统计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尤其是呢 这个美国的道琼指数啊 在我们过年之前的话呢 已经呢 有先跌了一段了 那当然呢 我们今天台股呢 有出现一个补跌的态势 那现在大家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做这个 持股的太弱换强啊 因为呢 这个台股啊 每次啊 在这个 航行很悲观的时候啊 就有一些呢 这个英雄豪杰啊 挺身相助啊 他会呢 为了要稳定这个盘师的话呢 这个特定的买盘的话呢 会选定呢 这个筹码比较稳定的 可能被法人锁定 又或者说呢 可能呢 在这个 它的价量配合情形呢 非常不错的一个股票啊 他们会做这个 互盘的动作 那当然今天呢 没有很明显的 互盘的这个 基金的影子啊 那我这个研判的话呢 应该是在 明天的一个 下半场的话呢 可能呢 这个互盘基金呢 点火的力道呢 会比较强啊 那所以呢 大家不妨呢 在明天的一个 上半场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个 低档的转折的买点 好 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概况 好 你看这个 道雄指数的话呢 它的高点啊 1月21号 出现这个16520这个高点 你会发觉呢 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属于阴线啊 阴线的部分呢 就是表示呢 收盘的点数哦 比开盘的点数来得低啊 所以呢 几乎那都是黑K棒啊 那好不容易呢 出现红K棒的话呢 隔天那马上阴线吞噬啊 你看 在这边呢 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 1月30号呢 有出现反弹的话呢 隔天又是重挫 甚至呢 连续两天的重挫 那到了这个 昨天的一个低点的话呢 这个跌幅啊 已经来到7个percent了 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啊 代表科技类股的一个指数的话呢 它的表现呢 就比较强势啊 从1月22号 哦 会发觉到呢 它比道琼的一个指数的高点呢 落后 它这一波呢 从1月22号的高点啊 4246点 回跌到呢 它的低点的话呢 反而是在前天 不是昨天啊 出现一个低点 3989的低点是跌了6个percent 也就是说呢 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的话呢 是相对比道琼指数呢 来得比较相对强势 所以呢 我们台股的话呢 今天的话呢 这个跌幅的话呢 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啊 你会想说啊 老少 那我们在修饰的时候呢 美国股市已经跌了 那我们是不是说呢 可能会比照它的一个跌幅啊 你看今天是下跌2.3个percent啊 那台股的话呢 那我们一样看的这个高点啊 你看哦 在1月21号的这个高点啊 往下回撤以来的话呢 今天呢 因为呢 我们放假嘛 逃过一些 可是呢 今天呢 出现一个补跌啊 到今天的盘中低点 8230点啊 是下跌了5个percent啊 所以你看呢 美国道琼指数跌了7个percent 纳斯达克呢 跌了6个percent 我们呢 跌5个percent 那我们到底台股呢 还有多少的下修的空间 大家可以自己顺顺看啊 那因为我们这个投顾业啊 不能针对指数做一个预测 所以为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啊 在盘中 可能没有做一个换股的动作的话呢 明天很关键啊 明天你不要随便去杀低啊 明天如果随便杀低的话呢 你会发觉呢 可能是砍在地板上啊 可是现在投资朋友碰到一个问题啊 老师那我股票我都不动 我反正呢 就等到大盘的反弹 回到我的一个成本呢 我再卖 这又好像不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啊 因为有的股票啊 你要研判是跌升反弹 还是走回升啊 今天已经有很多股票的话呢 是属于呢 持续的什么 持续的它的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哦 今天有两大族群啊 一个是什么 云端运算的概念个股 那待会呢 我会秀我的一个抠讯啊 让大家知道 在这种很悲观的情形之下 如果你能够正确选股的话呢 你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哦 就像你收看我的节目呢 你会觉得好像呢 这个李老师的一个解盘特色 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因为呢 我们不会呢 歌功颂德 也不会呢 枝枝掌停板 我们有什么操作呢 我就在节目中秀给各位看啊 我认为做人很重要就是诚心遏制 你只要呢 按照呢 我们的一个指令的一个操作的话呢 我相信哦 我们不可能哦 这个每档都能够这个轻松的获利啊 可是你只要保持 大赚小赔的这样一个操作模式啊 你把持股集中嘛 如果你在过年前 你没有做一个解码的动作 哦 有人说呢 可能这个要报骨过年啊 结果呢 哎呀 好可惜啊 老师啊 过年前呢 我没有卖股票啊 哦 看到呢 呃 过年后的话呢 大盘呢 直接跳功重挫怎么办啊 没有关系啊 还有机会啊 那重点就是说呢 你一定要趁反弹啊 做持股的一个调整啊 有的股票它怎么 只是跌身反弹啊 那反弹之后的话呢 它还会继续的什么 破底啊 如果你报了这样的股票的话呢 你认为可不可能反败为胜 我认为这个答案的话呢 是非常的明确啊 就是很渺茫的嘛 我们常讲啊这个有舍才有得啊 你把一些呢 不会涨的股票啊 要忍痛割爱啊 真的流来流去是留成筹啊 你去选择一些比较有机会的嘛 可能筹码呢 锁定在这个法人啊 公司大股东 又或者说呢 忠实户的手中的话呢 就比较有机会嘛 那当然 今年的1月6号开始的话呢 政府呢 有这个所谓的第三支箭啊 就是呢 有开放200档的股票 现股可以做当冲 所以呢 这个量呢 的话呢 很明显的呢 比去年的年底呢 明显的放大 你看去年12月的话呢 成交量最多就是七八百亿啊 可是呢 你看今天呢 虽然呢 大家看法很悲观 可是呢 你看量 1340亿哦 所以这个今天是属于量大收黑啊 很明显呢 就是有人呢 可能呢 在做一个减便宜的动作嘛 那从技术面看来的话呢 我们看这一条绿色的哦 是大盘的季线 麻烦打包照记你 对 这条季线哦 我称之为哦 中长多 或是中长空 它的一个分水岭 也就是说呢 如果大盘的指数呢 或者说个股啊 它维持在季线之上的话呢 这是属于一个中多的格局啊 那么中多格局的话呢 一定是要趁着任何的拉回啊 要站在什么 要站在买方啊 那如果说呢 这个指数的话呢 很明显呢 是灌破的一个季线的一个支撑的话呢 就是属于一个中空的格局 那你会问老师啊 那今天大盘是什么 跳空哦 哦你看这个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 你说老师那台股是不是变成中空的格局啊 那也未必啊 因为我们要观察呢 那接下来呢 大概呢 三到五个交易日哦 大盘呢 是不是有机会呢 来呢 刻意呢 它能够呢 营造一个多头的一个气氛 然后呢 让大盘的话呢 能够重新站上季线哦 所以呢 我们就观察呢 三到五个交易日哦 我刚才已经告诉各位了 我解盘特色了 我不会拖泥带水 直接告诉你结论 这样比较快啊 讲过去啊 大家都很准啊 直直涨停板啊 那已经收盘了嘛 一不大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呢 明天的上半场的话呢 可能大盘呢 会出现一个直纹的一个买点 那么大盘呢 如果要出现反弹的话呢 可能在礼拜五 或者是下个礼拜一 那反弹是让你换股 最重要的时间啊 你不要说老师啊 这个如果反弹一天的话 那我再等等看啊 搞不好呢 哪一天的话呢 运气比较好 突然呢 拉到一个涨停板 你要知道 有的个股呢 为什么会破底啊 一定是基本面有问题嘛 或者说法人啊 外资投信自营商啊 三大法人的话呢 持续调节啊 然后呢 融资于人呢 一路地增啊 商户操作呢 很重要的一个致命商啊 就是什么 加码贪贫是越贪越贫 那赢家的思维跟输家的思维呢 一定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为什么股市的赢家呢 都是少数啊 而我们的操作的话呢 我们都是呢 不会说一定要买在最低点啊 你要买在会涨会发动的点啊 而每一个阶段的主流股的话呢 都会领先大盘 落底 大盘呢 出现一个底部之后呢 它已经什么 领先往上攻了 那这些强势的个股呢 很多的投资朋友呢 就想说大盘表现不好 不敢去追 我们要知道股票啊 买在起账点 跟买在呢 陌生段的一个顶部的 那个头部的话呢 是有很大的差别啊 你买在呢 刚刚发动的点的话呢 那个时候的话呢 你的获利的一个幅度 是会最大的哦 不是说呢 涨了这个三天五天啊 已经创新高了 高档爆大量才去追啊 那是一个错误的操作策略 这张股票 我不晓得各位呢 在这个友台节目呢 有没有收看到这个 李建民李老师的节目啊 我是从去年七月份开始 我就锁定了 我说啊 云端预算啊 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跟主流 因为Apple的话呢 它建设呢 很好的一个硬体的一个设备啊 让云端预算啊 软硬体能够相结合嘛 你看现在这个APP的一个 下载的一个软体啊 哇 五花八门啊 不断的推陈初心啊 你可能呢 这个上网啊 用手机的话呢 你就可以什么 订高铁的这个车票 或者说飞机票 电影票 甚至说呢 这个第三方支付嘛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也是呢 有这个相当大的一个题材啊 所以我当时锁定呢 我们也不要讲太久 我们就看呢 今天你看 3057的桥顶啊 哎呦 大盘呢 重挫198点啊 它为什么能够呢 抢锁掌停板 而我们的操作的话呢 你看仔细啊 我们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2月5号是今天礼拜三 马年开红盘第一天 你会很担心害怕 可是呢 如果你跟我们的操作一样的话呢 你看我们的口讯 如假包换啊 恭贺桥顶当天买进 及力所涨停持股务必报老 你看一档好的股票呢 它的面向是如何 你看哦 2014年是1月2号嘛 当然呢这个西洋人的算法 这个老外阿多巴的算法 跟我们是不一样嘛 那我们呢是今天是马年的第一天嘛 那如果用西洋人的一个算法是1月2号嘛 开红盘嘛 你看1月2号到我们的12年的封关1月27号 你看三大法人啊 你看这个筹码分析很重要啊 三大法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 累计大买了10114张的什么桥顶嘛 你看桥顶呢虽然呢 在过年前呢有回档修正的三到四天啊 欸法人的一个买盘的话呢 还是维持什么高档不醉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你看这一条蓝色呢 是代表桥顶的月线啊 大盘是今天什么 季线半年线都硬生跌破 可是真正强势的个股的话呢 你看哦它连月线呢碰都没碰到 结果呢今天的话呢 亮灯涨停板哦 还不止这张股票啊 你看一下5261的创结也是一样啊 它是属于什么云端运算的概念个股嘛 这个穿戴装置的你看 不得了啊创结的话呢又创下 它原先是在新贵挂盘嘛 然后呢就新贵呢转上贵 你看哦创下呢转上贵以来收盘的高点 所以你选择这样的股票 你会发觉好像大盘重挫呢 跟你是毫无瓜葛啊 那如果你选择比较弱势的个股的话呢 你看哦注意哦 2409的友达 哇这张股票是很多投资朋友心中有永远的痛 你看这张股票的话呢 在1月9号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今年以来的最大量 通常一档个股你看它的一个技术现行 它跌升 跌升一定会出现一个反弹嘛 当反弹呢出现一个大量的时候呢就是什么 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忍痛哦 如果你的成本呢可能是13 14块 十几块的话呢一定要什么做停损的动作 要不然的话呢你看今天破底啊 群众也是一样啊 你看是不是破底 这种股票啊你看是不是一个什么 M头的一个格局 反弹你不卖的话呢你看一样嘛 是不是一样反弹呢 反弹出现大量哦 你看在1月9号的话呢群众出现16万张这么大量啊 如果一档好的股票啊 应该越涨的话呢这个成交量什么 会越缩哦那表示什么表示息受啊 那如果呢反弹到一个相对的压力点的话呢 出现超级的大量啊表示呢有人是什么拉高出货 所以呢如果你手中呢有这样一个弱势的个股呢 不晓得怎么办的话呢 还是或者说呢你看这个2882的一个国泰金也是一样啊 你看反弹你没有卖的话呢你看破底啊 破底啊怎么办 赶快寻求专业的协助 因为呢明天呢你还有一次换股呢 绝佳的机会 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呢可能啊 你会发觉呢 你留着一些呢涨不动的股票的话呢 这个真的是呢会忘股心探啊 因为呢好那股票的话呢就是固定那几档 在下个阶段呢我会再告诉各位呢 网通概念个股的话呢 也有几档股票呢表现不错 我们先休息待会呢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来喔 生多甜菜喔 阿高 你三杯猴子 阿高 你三杯姓猴子 我吃三杯甜鸡 三杯甜鸡改三杯鸡喔 三杯甜鸡改三杯鸡喔 我是三杯姓猴子 三杯姓猴子是阿高做的 我是三杯猴子 三杯猴子是我做的 你三杯猴子 你三杯猴子 我三杯甜鸡 你三杯甜鸡啦 师傅 你三杯甜鸡 你三杯回鸡 我三杯飞鸡 你三杯飞鸡啦 师傅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2014马年到 新年来报到 新年新气象 亚洲投顾一马当先 贺行春 买多久送多久 买多久送多久 只有一次尽情把握 亚洲投顾祝福 马年换马分层 咨询专线02 2578-3777 022578-3777 倒着喷也OK哦 五分都包比哦 别忘了草本屈纹系列 2014马年到 新年来报到 新年新气象 亚洲投顾一马当先贺行春 买多久送多久 买多久送多久 只有一次尽情把握 亚洲投顾祝福 马年换马分层 咨询专线022578-3777 022578-3777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古项绿咖喱新上市 2014马年到 新年来报到 新年新气象 亚洲投顾一马当先贺行春 买多久送多久 买多久送多久 只有一次尽情把握 只有一次尽情把握 亚洲投顾祝福 马年换马分层 咨询专线022578-3777 022578-3777 予阻挪优 去角质足摩 你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马年开号码的第一天的话 让大家是大失所望 当然今天是属于 亮大收黑的格局 我相信在明天的一个 上半场的话 它还会出现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点 重点是当明天的上半场 出现低点的时候 你要怎么操作 有的股票的话 你越不敢买 它涨得越凶 很多投资朋友的话 都是觉得说 老师这个股票 应该是越便宜 越应该大买 投资股票不是去市场买菜 你去市场买菜 当然是什么 薄利多销 这个青菜萝卜越便宜的话 大家购买的欲望就越大 股票市场不是这样 因为你去减便宜 可能变什么 减破烂 那股票为什么会破底 一定有你不知道的利空 那同样的呢 我在上个阶段告诉各位 云端运算的干燃个股 你看桥顶今天为什么 抢锁掌铃板 创结呢 创下挂牌以来的什么 收盘的新高 那甚至呢 待会呢 我会告诉各位呢 我们今天呢 一样呢 有做第二个买进的动作 我这边要再次重申 李老师的操作 我都是什么 集中持股 我们的持股呢 任何等级的会呢 我绝对有什么 不会超过三档 你想想看哦 如果在过年前呢 你没有卖股票 你手中有十几 二十几张股票 那还得了 因为呢 你看到全球股灾嘛 当道琼指数创新高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 它竟然会在短短期间之内呢 崩跌了6个percent 日本股市呢 是跌了12个percent 甚至呢 在昨天的一个香港股市的话 一天跌了600多点 哇 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惨啊 那重点就是说呢 当然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嘛 我们要什么 着远于未来嘛 接下来你到底要怎么做 我送给大家那两句话很重要 我们在股票市场的操作 你一定要站在 少数的赢家那一方 那少数的赢家他怎么操作的 掌握资讯 这个资讯呢 必须是什么 第一手的资讯 不是说你买一份报的十块 二十块喔 二十块喔 结果呢就得到的消息喔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好消息了 它就绝对不是好消息啊 而且你反而要反向去思考嘛 奇怪 为什么呢 股票都你涨这么多了 才出现好消息 所以呢 你要掌握是第一手的资讯喔 不是人尽皆知的一个 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消息的话呢 就绝对不是呢 你能够赚取超额利润的时候 你才能够赢在起点 那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啊 老师啊 我知道啊 可是你有没有做到啊 那才是重点啊 太弱换强啊 才能累积财富啊 你回想看看你过去的操作 什么股票你会卖 小赚的股票 你急的什么 急的赶快做什么 脱手 尤其是看到今天大盘跌成这样啊 如果你的股票的话呢 成本附近就赶快卖了 结果你会发觉呢 你卖掉的股票的话呢 等到大盘呢 有一个像样的反弹的话呢 你想追啊 都追不下手 投资朋友还有一个 错误的操作理念啊 就是说 我买进的价格啊 一定要比我卖出的价格来得低啊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呢 你就会离远营家的一个脚步呢 越差越远 那他为什么会成为股市的赢家 那股市的赢家为什么呢 不到三成 你站在这个想法去看待的话呢 你就不会呢 每次都觉得说 好像呢帮别人抬轿 每次呢 都是追在相对的高点 然后呢 卖在一个什么 波段的低点 好 你看这个属于4G 5G题材的话呢 你看我们锁定这张股票 好 这是今天2月5号找盘 你看它大盘跌得很惨 我看到的是 哎呦 如果黄金钻石哦 从天而降啊 天大的好机会啊 买进制翼啊 什么价位呢 我这边暂时保留 买进之后呢 你看尾盘是不是拉尾盘 老板倒不着急 你看尾盘呢 尾盘呢 哎呦 拉到最高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收盘啊 好 你看一下 筹码面分析很重要哦 你要知道呢 筹码到底是被谁买走的嘛 质疑到底是谁在买的 为什么今天能够逆势大涨 你看一样嘛 1月2号 从1月2号呢 2014年 西洋人的一个算法嘛 2014年的一个开红盘嘛 到呢 1月27号 我们呢 12年的封关 三大法人哦 你看哦 不到一个月呢 买超呢 8312张哦 结果今天呢 你看今天是不是呢 创下今年收盘以来的新高 当然它的基本面呢 也是无庸置疑嘛 你看3596的一个置疑哦 你看 它的一个获利表现呢 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 第三季的话呢 获利是0.71元哦 哦 一样是比这个去年的同行呢 称上58%啊 就好像呢 你看我刚刚上个阶段 告诉各位3057的桥顶哦 也是一样嘛 现在呢 我们只能针对哦 已经公布的一个数据啊 你说老师啊 你为什么不讲第四季哦 也是一样嘛 我们要知法守法 金管会也规定呢 我们不能针对股价做预测 哦 不能针对获利 做一个预测 那所以呢 我们只能从能够呢 得到的资讯呢 帮大家做一个解析嘛 你看桥顶是不是一样 好的股票 有好的股票的面向 你看哦 去年第三季呢 获利0.5元嘛 哦 比这个前年呢 0.16呢 成长213个percent哦 两倍多哦 所以股价表现是不是很好 那另外呢 你看这个 网通的一个机优生啊 也是这个友训哦 在这个 这个拉斯维加斯的一个 消费性电子展呢 CES展的话呢 它也是呢 得到这个很多买家的一个肯定 2332的有序呢 你看今天也是逆次上涨 好 从技术面的话呢 你看呢 一样哦 这一条蓝色的月线呢 哦 是不是呢 都能够力手月线 而且呢 它也没有跌破呢 在1月27号的低点嘛 所以表现很强势啊 甚至说你看这个 我们的桥顶的话呢 你看哦 我不是随便呼隆的啦 我们都有图卡验证哦 你看去年呢 我们8月13号的时候呢 就迎接它第一根的掌停板 去年的10月18号呢 又是掌停板 已经来到三十几块了哦 10月份的话呢 你看33.3 然后呢 我们直到呢 这个波段上去的话呢 10月22号的话呢 卖一半 好 一样哦 当时锁定呢 是第二季的财报 非常的不错 那么今天的话呢 你看又是亮灯掌停板 说个安安安安安啊 那你抱着这样的股票的话呢 你是不是会发觉呢 人生呢充满了机会 所以呢 操作股票的话呢 你要千万七度呢 要做对方向 到底是多空还是空 你要很清楚 然后呢 选对个股 你现在抱着弱势的股票的话呢 赶快寻求专业的协助 要找对价位 我们今天呢 特地开放呢 这个持股的一个调整 希望投资朋友呢 手中持股呢 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不用客气 因为一通电话呢 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最后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病资付投资贡献 人家说 如果可以出港 就不怕風景大 人如果輕拍拼 就不怕一支不開花 現在這種話 比較說也沒人聽 如果你知道 這種事件要漏蟲 找不到魚 要拍拼 找不到魚 早上到不拼生拼世 多貪無能線 哪知道 怕大加錢 一枚刷給我們起五分 常常有人跟我們說 艱苦是漸視 未來有飛望 也沒問題啦 不過已經漸視這麼多年 不知道什麼希望 就要等一等 做這種人沒有機會 一千五年 都要計時頭壓著自己背 唯一的本錢 是身體 世紀越壞 我們店頭要顧如宅 賺年會秀秀串 明年的開札 我們現在先傳 新年教育 保障必領 明天才開札 保養斷 2014馬年到 新年來報到 新年新氣象 亞洲頭顧 一馬當先 賀行春 買多久 送多久 買多久 送多久 只有一次盡情把握 亞洲頭顧祝福 馬年換馬分層 資訊專線 資訊專線 02 2578 3777 0 2 2578 3777 2014馬年到 新年來報到 新年新氣象 亞洲頭顧 一馬當先 賀行春 買多久 送多久 買多久 送多久 只有一次盡情把握 亞洲頭顧祝福 馬年換馬分層 資訊專線 02 2578 3777 0 2 2578 3777 旺旺 忍旺 忍旺 忌旺 身體旺 踩旺 富旺 運道旺 過年吃旺旺 讓你新的一年 一聽旺 2014馬年到 新年來報到 新年新氣象 亞洲頭顧 一馬當先 賀行春 買多久 送多久 買多久 送多久 只有一次盡情把握 亞洲頭顧祝福 馬年換馬分層 資訊專線 02 2578 3777 0 2 2578 3777 歡迎收看一分鐘焦點新聞 帶你掌握台股重點消息 在台股農曆年修飾期間 國際股市重挫 萬寶投顧董事長指出 南韓從1月27日到2月4日